在00后眼里 熊安新区是什么样的 他们说是智慧的 创新的 多元的 绿色的 开放的 不久前 熊安新区邀请300多名熊安籍大学生 回到家乡 看发展 聊变化 感受正在拔结生长的熊安新区 他们触摸到了三座城的模样 品尝了创新的味道 看到了为梦想拼搏的努力 一座拔地而起的高水平现代化城市 让他们惊讶和震撼 从小也是在熊安长大 现在又有机会重新回到家乡 看到变化真的很大 无人驾驶车 只能巡捡机器人 可以支咖啡量的一些机器人 都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奇的 也很内容震撼 看到拔结生长的熊安 他们想象未来的自己 怎么在熊安新区大展拳脚 我学习的专业是测控技术与仪器 在熊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中 比如智慧道路建设 无人驾驶 这些英文领域 都可以看到我专业的就业前景 我也看到了我的就业方向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熊安新区要构筑一居一夜的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 会让他们愿意留下来 00后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未来我想要生活的城市 是一个技术设施完备的城市 可以享受更多更好的 教育医疗资源 同时也是一个鼓励人才 创新创业的城市 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挑战自己 今年是金经济协同发展十周年 河北新闻联播 关注拔结生长的熊安新区 这座创新之城 魅力之城 未来之城 正把妙不可言融入生活 让新向网织成为现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诺订阅 诺论